欢迎大家收看《放眼马世界论战》系列的 今个星期六是2013年度 杜拜世界杯赛举行的大日子 那晚我们将会转播六场赛事来香港 当中有五场赛事是一级赛事 今集我们家长版会讲完五场一级赛事 节目开始之前当然要请两位拍档出来 豪仔、乐运豪、猪仔、朱振辉 大家好 五场一级赛事中 我们香港马上有份参加的 其中两项 就是亚乔斯短途錦标和金沙迁錦标 参加亚乔斯短途錦标的两次 是英之团和时尚风采 两次都去过 还有赛道比较简单 一千米的直路赛 过往点是这条赛道的形势 既然是这样 我们也在看图里说吧 好 其实 可以说全世界的直路赛都差不多 是阔和窄的意思 其实杜拜这条直路赛也略阔 所以出来的时候 马质的质向哪边又可以考虑 不过很多时候都看到马质 其实是在中间劲考的 形成你贴内栏或贴内栏 一定有一些线给你捐上来 你后上去买其实真的不是很怕的 删得很开 最重要的是这条直路是平地 没有说要上斜的 所以其实竞赛环境挺公道的 我也觉得是 三个星期之前 我们都在超级星期六看过 尾单短途赛跑这条直路 跑同一路程 当时内外档也有马走出来 也可以说挺公平 不过几个星期之后 当然要临场再看天气 但据以往的经验 影响也不是太大 因为当地的天气通常是很热的 下雨是很绝小的 而且场地通常比较干快 硬一点 看来会跑快一点 一定会更好 不过怎么也好 我们也要说说 上一次3月9日的超级星期六 香港卖未到 今次已经到了 两匹机会如何 我想如果你说要说 除了这个机会之外 很多朋友都会关心 英之团的问题 到底竹环在提报上 是否真的可以恢复得到 如果你说真的恢复得到 老实说以他的级数、以他的赛绩 在这一组 我想也不用怎么问 应该是争胜分子 最低限度 我想如果英之团真正常诚 他根本就不会怕你借借你 但你说再数其他 又未必可以借你跑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单打独斗 你时尚风采又怎样呢 他虽然年纪大一点 但去美单跑 如果这个亚条斯短途金标 真是赛绩很好 一胜一第三 这一届又怎样呢 如果第三不是有意外的话 那一场我赢了我都不会觉得很奇怪 其实真的可以赢了 起步就没有了一半 没有了一个多两个马位 回来他当然输了 如果真的要计算的话 年纪无疑真的大了一年 但对手有没有增强 不好意思,都是这么责 最主要是去年的时代风采 你和今年可能在香港的赛绩 有点分别 但如果你说这马 毕竟已经能征贯战 如果出国之后更好 又不可以这么计算 过往就是了 看看今年又怎样 究竟联马斯·高达里 对时尚风采的评估是怎样呢 这次我们看看 在英国 他不做得很强 所以他很强 所以他很强 然后这年 我们把他输了一输 然后回到香港的赛绩 我认为他输了 他只能输了 但他的最主要是 如果他输入的地方 他会在运动 对于他输入 对于他的赛绩 你感觉到他的赛绩 那赛绩是很好的赛绩 我没有问题 他的赛绩 主要是他可以跳得好 如果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操控者 保持他的舌頭後,他會完美 所以我期待他會在其中的領導者 希望他能夠維持 嘗試運動得好 也是的 時藏風賽到杜拜 又不同,去英國是兩回事 要小心這件事 還有精元高達,你所說 今晚在香港表現平平 在香港,其實如果目標賽 亦都有提過 可能反而這場打算退役 可能這場才是真正目標 事實上,今年的表現 亦都不可以作準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當然,在組馬之中 對手方面都見關見熟 當然 不過對時尚風采來說 去年見了那群對手 就不太害怕,未見過也會害怕 未見過,我想是未單轉道賽 那些是謝謝里 其實以那場的贏馬姿態 以及今季來到這個杜拜後 整個表現是一般,不錯,好 今次的表現更好 在進展方面,我看過趨向 也是這樣 看過世事 而且上次贏機上來 我看過他半力而已 因為半力… 雖然跑第明是獨掌全拳起步失機 但你也知道獨掌全拳起步 經常都失機,都習慣了 但就算不失機 獨掌全拳是否真的跑得贏? 他也是疑問你 主持人 感谢观看